泥水倾泻而下 河水水位逼近岸边民宅 泰国在过去一个星期受暴雨冲击 至少28个省份泡在水中 泰国共有超过18000户受大雨影响 不过现在他们可能更担心 这场水患还要持续 毕竟正在影响菲律宾 台湾和日本冲绳的台风小犬 会一路向西去 先来看日本八重山群岛 已经出现长浪 往返石仁岛的部分航班 已经提前宣布停航 至于在菲律宾的旅宋岛 当地也下起大雨 部分道路积水 当局市井海边浪高 恐怕高达4公尺 而且风力将达到14级 呼吁沿岸民众提高警觉 日本菲律宾警戒 两国气象单位双双预测 小犬可能登陆南台湾 而且威力持续增强 恐怕带来质灾性降雨 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TVBS新闻赵宝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